2月2 很多人对2月2都有概念 可是这一天到底是什么节呢 龙龙你知道吗 2月2龙抬头 龙头节 龙指的是28秀中的东方苍龙七秀星象 每岁重春某月之初 龙脚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故称龙抬头 在农耕文化中 龙抬头标示着阳气生发 万物生肌盎然 春耕由此开始 嗯 说的不错 2月2龙抬头 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个说法 但呢 2月2其实啊 有很多不同的叫法 比如春耕节 农室节 青龙节 春龙节等等 2月2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节日 所以啊 也有人说 这一天是中国古人的劳动节 我还知道 2月2 剃龙头 很多人啊 一到正月不理发 就等着今天呢 难道正月真的不能理发吗 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呢 好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道说道 可能细心的小伙伴应该会发现 今天啊 确实是各大理发店排队最多的日子 2月2 剃龙头 一年都有精神头 今天啊 可谓是中国传统理发日了 为了舅舅 我们整整攒了一个正月的头发 可能啊 这个男生们都快到披肩发了 终于可以去理发了 舅舅们可能在此时啊 想高唱一首感恩的心 此时此刻呢 我们只想大喊一声 舅 你安全了 那么正月理发 死舅到底是什么梗呢 而自己头上的头发 跟舅舅的生死 咋还扯上关系了呢 这句话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吗 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 这个事啊 得从明末清初开始说起 当时呢 清军入关 为了一封一俗 下令强行让汉人替发流变 而当时的清朝政府 说出的口号是 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而其中呢 汉人的一系列反抗 激怒了当时的统治者 于是便开始采取 强硬暴力的方式 来推行他们的替发令 在清朝政府的高压之下呢 以及逐渐安定的盛世之治 还是正常实施了替发令 一些文人呢 也不再喊头可断 发不能剃 而是变成了 正月不剃头 来表达对前朝的思念 意思为 私救 为了掩人耳目啊 所以就改成了死救 所以呢 是很多人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我都明白了 这么好的天 咱还是说点 开心的事吧 哎呀 要问什么事 最有幸福感 那当然是吃了 二月二这一天 吃龙食 未取吉利 这民间饮食啊 多以龙为名 例如 吃水饺 叫吃龙饵 吃米饭 叫吃龙子 吃馄饨 叫吃龙眼 吃面条 叫扶龙须 吃油炸糕 叫做吃龙胆 吃麻花 为啃龙骨 饼也做出 龙鳞的形状来 称为龙鳞饼 总之啊 祝您吃麻麻香 胃口尝赛 没想到啊 家宝的嘴皮子这么溜 觉得幸福的友友们 快点刷播屏吧 哎呀 这说到吃啊 最应该感谢的 就是咱们的农民伯伯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呢 劳作是古人生活的常态 每年啊 有一天 哪怕是养尊处优的皇帝 也得出宫带头 劳动一回 那么这一天呢 就是 2月2 抢答正确啊 没错 就是2月2 龙抬头这一天 称得上啊 是我国古代 名副其实的劳动节 北方俗语说 2月2 龙抬头 大仓满 小仓流 说到收获 龙龙觉得应该提前住院 冬残奥会的运动兼儿们 能收获满满 嗯 你的这个祝福正当其实啊 北京冬奥会已落下帷幕 营业许久的冰敦敦 终于可以休息一波了 那么来接替冰敦敦上班的 就是北京冬残奥会的吉祥舞 雪茸茸啊 它啊 是最可爱的小灯笼 有着圆圆的脸 小短腿和痘痘眼 不仅会发光 而且还会feak呢 我们一起祝愿 期待北京冬残奥会 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冬残奥会的选手们 能够收获的盆满钵满 啊 是跟冬冬一样 喜欢天天和撒娇吗 是是是 哪都少不了你 二月二龙抬头 总之啊 龙给人们的感觉 往往是飞舞奔騰 昂扬向上 能前能飞 这样的形象 正与中国人所秉持的 自强不息 昂扬进取 乃至能屈能伸的人生观 有着相通之处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名字里面带龙的朋友 记得给我们点赞互动一下 另外呢 今天是2022年3月4日 也是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的日子 两会时间正式开启 关于今年两会的热点 我们会持续不断的 给您盘点 更新 欢迎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